我的蜂窩性組織眼 他如果拖久不去醫的話 好像是會 最嚴重會截肢欸 我的手根本就是麵包超人 正常人起來120啦 所以我傳媒 也被你感動 下過大雨的舞后 然後先問大家就是有沒有聽過蜂窩性組織眼 你有聽過吧 很常啊 因為其實蜂窩性組織眼其實是蠻嚴重的 就是他如果拖久不去醫的話 好像是會 最嚴重會截肢欸 然後那個地方會腫癢什麼之類的 對沒錯 我去急診室的時候 醫生說我蜂窩性組織眼 然後最嚴重有可能會截肢 所以呢我當下真的是嚇死 我想說蛤 喔對然後呢 忘記跟他解釋一下 什麼是蜂窩性組織眼 蜂窩性組織眼呢 是牽扯到皮膚的細菌感染 那該疾病呢尤其會影響到 真皮與皮下組織 其症狀為皮膚發紅 會在數天內呢 逐漸擴大範圍 當施加壓力於發紅的部位時 該部位會變白 感染範圍呢 通常會伴隨著疼痛 淋巴管呢 偶爾呢會被影響 那這邊有個數據 就是2010年的時候 蜂窩性組織眼造成全球約27000人 哇所以非常嚴重 沒錯我現在講一下我這個故事好了 其實非常的離奇跟 根本就不可能會發生 結果發生在我身上的那種故事 好 其實這個也才兩三天的事情 這在兩三天前發生 就是有一天晚上呢 就是我跟那個小幫手 然後跟我女朋友 我們就去晚上公園走走 對只是走走而已 對然後呢因為那個 某公園就是有一些那種 過年會有把一些設施 然後覺得很可愛去看一下 然後就只是坐在那種石階上聊天 然後突然呢 然後我的手大概是這個地方吧 突然開始癢 然後就開始抓 想說只是被蚊子叮吧 然後我的屁股也很癢 我就一直在那邊抓屁股 那想說你們怎麼樣吧 然後我們大家快要離開公園之前呢 就是手已經開始慢慢有點腫起來 那想說欸 其實我在去那個公園之前 我有去過一兩次 然後也有曾經這樣過 那只是手腫腫癢癢的 然後過一兩天就好 就只是冰附下就好了 結果呢 越來越嚴重 然後開始起水泡 然後說好像不太對勁耶 但是因為我想要想說 蛤 那不然我就只是用個藥啦 然後貼起來應該隔人就好了 結果呢 到晚上的時候 手越來越癢 從完全沒有傷口 突然突然出現一堆傷口 反正我這邊應該會附一些照片 因為太噁心了 然後我現在包起來 然後呢就開始突然 這邊起個大水泡 然後這邊起水泡 然後這邊起水泡 然後想說 哇怎麼越來越癢 然後呢 其實有一個說法是 盡量水泡不要戳破對不對 因為不然會感染 結果好像是我睡覺的時候太癢 然後我就把它們弄破了 然後說哇越來越痛越來 然後重點就是我這邊的手 那時候整個腫超大 然後就這樣對比就是襪子 然後被蜜蜂釘那種超腫 我跟大家講一下補充 我有看到他那個手 那手根本就是蜜蜂超人 對 這就是現在的兩三倍吧 他是整個這樣子浮起來耶 現在拍片當下已經算是消腫了啦 因為我已經有乖乖吃藥 然後呢就當天 隔天嘛就是 越來越嚴重然後我就就包起來 就不會直接嘛 然後結果越來越嚴重 然後我還去拿那種 手套想蓋起來 因為那種傷口現在沒有碰到水嘛 然後我就套手 然後結果好像包太緊 然後反而越來越腫 因為傷口其實要讓它呼吸 對 然後結果我戴個手套 然後就好像越來越腫 隔天晚上就真的受不了 然後就那個 我就叫我一定要去急診室啦 因為我那時候其實很懶得去 然後說好啦 有點不太確定 然後我就去看一下 然後就走進去 然後我說我要掛急診 然後呢就說手腫什麼 然後結果還有一個額外的事情 就是有發現我居然有高血壓耶 是因為這個所以有高血壓 對那個也有來猜 護士說有可能是 那個手發炎 所以可能血壓也會升高 我記得你那時候 是不是有說頭暈暈的 對 就這也是都蠻頭暈的 對啊 頭暈跟高血壓好像有關對不對 正常人血壓120 所以我旁邊160 護士3 年紀這麼輕怎麼血壓這麼高 但也有可能是這個原因 然後後來我就進去 然後醫師就出來 然後他就看你的手啦 看看看看 然後他說 你這是蜂窩性組織之眼喔 然後我就 我只是去探公園 可能就莫名其妙被什麼蟲咬了 就穿蜂窩性組織之眼 然後我真的傻一點 然後重點是我練習出去玩 他說你太嚴重了吧 然後醫生就說 你可能要打破傷風這樣 就人生第一次 蜂窩性組織之眼第一次打破傷風這樣 然後呢然後他就說 可能要吃抗生素這樣 所以呢他們就幫我開藥 然後還幫我擦藥這樣 還有我的屁股也有啦 然後呢其實我這陣子都是單手生活 所以其實非常的麻煩 就是像是洗澡只能用單手洗澡啊 就是只要是關於會濕掉的部分呢 都要用單手 還有刷牙洗臉 所以呢 其實我這陣子真的非常的痛苦 所以呢 希望大家都不要被蜂咬 然後變成蜂窩性組織之眼 因為這很嚴重 大家一定要小心 我現在手其實還是有點痛 就是傷口的痛這樣 你是被咬的地方 有起水泡是不是 對而且很大 然後重點是公園也沒什麼蟲啊 公園就那幾種蟲 到底是有多毒的蚊子才能把我叮到 就是這麼嚴重啦 然後還有一點 我有猜啊 可能是那個身體的過敏反應也有可能 就我的體質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女朋友也有一起去 然後她也有被叮 她也有很多手都有 但是就只是正常的 一下一下就沒了 結果是我從正常然後變嚴重這樣 所以可能體質比較敏感 對有可能過敏這樣 也有可能啦 所以那個公園其實你之前去就有發生類似的事情 我每次去都會被叮一下 然後就覺得也沒怎樣 因為只是腫腫的 然後麻湯就好這樣 那公園是草很多是不是 就是 就很多蟲啊 不是就很多草也很多蟲 沒錯 其實動點就是我得了蜂窩性組織之前 然後我已經按時乖乖吃藥大概兩三天了 然後已經慢慢消腫了 所以照理來說應該會慢慢好 因為醫生他有跟我說 如果 就是當天我不是急診室嘛 然後他說 如果你發現你的手臂開始慢慢有點腫的話 就要回診 就他有可能會往上蔓延 然後我昨天還前天看好像這邊有一點點腫 但是現在要看又沒有了 那你會有兩隻手這樣比一下啊 所以應該是沒有了 因為原本以為這塊是腫的 然後我發現這邊其實也有 所以根本就沒有 這是有個骨頭 我看一下 目前應該是消腫了啦 欸你這邊好像還是有點腫欸 但是目前跟這邊一樣啊 所以應該是一樣的地方 反正如果真的有在網上更腫的話 我就要回診 我覺得可能還是要回診一下比較好欸 他叫我先把五千份吃完了 醫生是開抗生素然後 還有什麼解熱症痛的藥這樣 然後還有藥膏這樣 然後我就每天就按時差跟吃藥 然後其實已經好轉很多了啦 對 OK 我想跟大家講的是 就是你的身上如果有出現一些 不尋常的東西 或是你發現自己身體不舒服 我真的覺得就是 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醫生 他會看急診的原因是因為 已經很嚴重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在過年期間 如果你發生什麼事情 哪裡不最近要趕快去看醫生 因為這種東西你就是越脫會越嚴重 因為他就是像醫生講 他如果從這邊開始腫 如果你都不處理 他可能是腫到上面來對不對 腫到截肢了 對所以這個真的是很嚴重喔 大家不要覺得好像沒什麼問題 但其實很多事情 一開始小小的事情 你沒有處理好 以後會變成更大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哎呀沒事啦小事啦 應該隔壁就好了 就是會輕忽那些小傷 其實我會覺得也是因為那個啦 就是那種女朋友發現 真的要趕快去不要在那邊拖 然後他就是逼我去我才去的 就是正常人都知道要去吧 沒有啊就會覺得還好啊 因為還沒到那麼腫 我就覺得 你那時候是超腫欸 那時候我跟我們家人都覺得他已經 就是已經很嚴重了 所以呢我就衝去急診室 好險我有去不然我可能 真的會直接腫上來了 可能整個手臂吧 什麼之類的 對好那這影片就是 就是關於我去他公園就得蜂窩線之類的故事 就是這麼的離奇 那我們這影片也想跟大家出來就是 大家如果你的身體可能比較過敏的反應啊 或是對蟲啊反應比較大 就是盡量少去公園 因為你可能一被叮就可能會很嚴重 像我就是之前也沒那麼嚴重過 所以我這個也真的算是個案吧 就是平常被蟲咬也不會怎樣 啊這次被蟲咬居然這麼嚴重 就不知道是不是剛好遇到比較堵的蚊子還是什麼的 啊對然後連醫生都不敢相信 他們說怎麼可能會有蟲叮的那麼嚴重 就是醫生跟那個藥劑師都不敢相信 就說只是去個公園怎麼變成這樣 我覺得很想知道是什麼蟲欸 就是怎麼會叮成那麼嚴重 還是我們到時候回案發現場 然後我們再被叮一下看 然後抓那個蟲 到底有什麼蟲 好就這樣啦那我就是會一樣乖乖吃藥 然後看什麼狀況我們會在IG再跟大家說這樣 這種上來的話再跟大家說 又要再拍一集了 我覺得可能真的要拍一集去急診室了 好啦那就這樣了 因為呢很多人在IG關心我這個手 所以呢也順便跟大家宣傳一下就是 大家盡量不要輕忽那些小傷 或是你有得過的蟲 你當初就是是怎麼處理這些傷口 然後整個過程啊 心路歷程可以再告訴我們 或是大家覺得可以怎麼 避免這些事情發生 像我這個真的是無解 因為我平常根本對蟲也不會有 這麼過敏的反應 啊就莫名其妙去一個長區公園 就這麼衰 我真的是超級衰地獄倒霉鬼 可能你那天剛好碰到一個很強的蟲是不是 就是很毒啦 剛好碰到很毒的那一個 然後他還盯了你好幾個這樣 好如果真的有更嚴重的發展的話 會再跟大家解說說明 那當然希望不要啦 好那就這樣啦 下面就到這邊 就是一個 教育意義的 對 就是去談公園得蜂窩羨祖之前的故事 好大家不要跟我一樣喔 那今天的這個 好啦生病回報就這樣 OK好 算是你在過年發生的事情啊 對而且過年很多人確診或是發燒或生病 所以超級麻煩 因為過年好像都沒什麼醫院開這樣 大家過年不要生病喔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要錄喜歡影片 只要訂閱按鈴鐺 訂閱按鈴鐺 訂閱按鈴鐺 一定要追蹤喔 另外還有支持我們的老杰銘雲 我們去幹嘛很多老杰銘的影片 然後影片留言 希望我變好 祝那個雞腿早日康復 希望他康復 不會康復的話就 會腫上來了 去看記者 好謝謝全地了 下影片見掰掰 掰掰 記得留言喔 每一個留言我們都會看 掰掰 愈來愈癢了 GQ 這位訊癢 11 3 3 15 7 2